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情況 健康好生活 也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生活裡頭有一些小習慣 壞習慣 日記月累下來 可能會要人命 比方說如果你吃東西 常常只吃某一邊 吃著吃著嘴巴都歪了 比方說你背包包 只背某一邊 背著背著脊椎都歪了 那還有一些人 習慣性的邊量 還有一些人 低頭足習慣性的滑手機 生活裡頭 真的有一些小習慣 壞習慣 真的會要人命 那這些要人命的壞習慣 怎麼來調整呢 待會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 是醫生好朋友 陳心梅醫生 嗨 大家好 再來是骨科醫生好朋友 陳怡芝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眼科醫生好朋友 鍾沛甄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婦產科的醫生好朋友 楊維甄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溫國志師傅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洛敬翰師傅 大家好 好 先請教一下心梅醫生 剛剛講生活中有一些習慣真的是壞習慣 比方說我身邊有一些男生吞便當 不會超過三分鐘 真的狼吞虎咽 比方說有一些女生 尤其電視這個行業 習慣性的憋尿 因為上廁所真的不方便 你會發現這些NG的習慣真的會要人命 對 我們大概整理出五種 這個我相信大家隨便看隨便中講的習慣 第一種其實狼吞虎咽 我們其實在場應該每個醫生都有這個習慣 第一是我們通常那個門診跟門診的中間 可能只有十分鐘 患者就到外面等 一直敲門進來說 到底輪到我的號碼了沒 你敢吃得很慢嗎 不可能 開刀房更慘 開刀房有時候人家在幫你上刀 所以你不好意思慢慢吃 所以其實狼吞虎咽的習慣大家都有 但是我提一個病人的狀態 大家就稍微要有點警覺 在狼吞虎咽之際 你稍微想到這個病人的情境 如果哪一天你持續下去 可能會變這個病人 這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來的原因她是說 她常常一吃飽 她就覺得肚子不是很舒服 就是覺得消化不良 我們一般講就是所謂的消化不良 但是她講了一個很特別的症狀 因為她說她其實這個情況持續太久了 那個胃鏡其實也做過了 可是好像就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她說她每次只要吃飽的時候 她都會在她肚子的 我們正常的胃大概在我們的胸部 這個位子 她會在她的左下方看到一個凸凸的東西 她說她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常常會看到那個東西 我們一聽覺得有點奇怪 那所以當時我又再讓她回去腸胃科 但是這一次我請她跟腸胃科醫師溝通 安排一種特別的檢查 它是一種消化道的S光背劑檢查 就是你喝一種影像的顯影劑 就可以看到你的胃 它大概的位子 我們正常的胃大概是從我們食道下來之後 它會住在大概這個地方 所以它大概是在我們的胸部以下這一塊 一個拳頭左右的位子 但它的胃掉到了骨盆上方的位置 也就是已經我們所謂的一種 胃下垂 所謂的胃下垂 那那時候一直問她說 因為那時候真的看到這個片子 其實已經很少見了 通常你會看到一點點輕微下垂 這麼嚴重的時候我就問她說 你到底生活有什麼習慣 特別注意可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這個女孩子 她其實是個身形非常瘦小的女生 不喜歡運動 胃下垂的人 往往她的一個發展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裡頭 我們說體脂肪要減輕減輕 但不能減太輕 體脂肪也是我們身體中 很多支撐器官的一個地方 她本身很瘦 所以她又沒有在運動 她肌肉沒有辦法撐住她的胃 她的脂肪也沒辦法撐住她的胃 然後同時她有第一個習慣 就是狼吞虎鹽 就她所說 因為她的本身工作是業務性質 所以她每次中午一吃完飯之後 她一定馬上去跑業務 可想而知她再這麼瘦 她的胃已經撐不太住 沒有東西撐住她 一次吃一大堆東西之後 往下垂 她就開始到處去走 到處去走 就有點彷彿我們吃完食物 又快速吃完大量食物後 跑去運動的一種狀態 所以她就這樣子的業務生活 持續了十多年的時間 其實很年輕 三十幾歲 最後就得到胃下垂 所以狼吞虎鹽不單純 只是胃病而已 胃下垂它其實沒有特別的藥 可以去治療 它只能從生活作型去改變 就要特別的小心 除此以外呢 女生都一定會經歷的 所謂的筋痛 筋痛不是不能吃止痛藥 而是你要知道什麼情況下 你可能要先去就醫 我們其實等一下有婦產科醫生 說明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在我們有一些特殊的 續發性筋痛的時候 你先急著吃止痛藥 不一定是真的治療到疾病 再來習慣性憋鬧 我們太多臨床病人 尤其我們健檢女孩子最可憐 女孩子來呢 幾乎十個裡頭 至少有三到四個人 她的這個尿液檢測 一定都是有細菌的反應 跟她一定有一個 我們說的泌尿道感染的狀態 這個還算是輕微的 你一問這個女生的習慣 通常都是有憋尿 不管是你上班因子 你這個長久空姐 我們有遇過空姐 餐廳的員工 為了憋尿 這個我們說泌尿道感染 太常見了 再來眼睛的這個專注 超過兩個小時 大家會覺得 就是眼睛的問題 不止 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很多人的脊椎 也會出現問題 單側背這個背包 它不只是 有一些人 他其實是 本身就有脊椎側彎 本來的角度不會很嚴重 但是長久 你忽略了你自己脊椎側彎 再背一些斜背的背包 反而會產生更惡化的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 像我也是 我大概這幾項 差不多也都中了 就是大概都有 但前提就是在 你要知道什麼情況下 還是要趕快把它收回來 否則可能疾病 會提早找上門 真的問一下陳醫師 單側背包 或者單側咀嚼 吃東西 都會影響到骨骼健康 其實我覺得 對於骨骼來講 平衡平衡很重要 我先來談談一個 很常見的 就是這種病人 常常會跑到我們骨骼來 就是說他這邊 捏二關節會痛 他覺得骨頭 關節嘛 那我們就是 就是來看骨骼 那這個病人 我要講這個病人 他很特別 他是個36歲的男性 他來的時候呢 是說他肩頸痠痛 肩頸痠痛來找骨骼就對了 沒錯 他說他不僅肩頸痠痛 他痛都往上到脖子了 然後甚至到臉頰了 他那時候要輕輕帶過 那我們就說OK 把肩頸痠痛檢查一下頸椎 看起來其實還好 但是頸椎比較直 可能肌肉比較緊繃 然後他就連帶來講說 最近就是肩頸痠痛到頭痛 到頭都會痛了 然後這個地方也會痛 然後我就壓一壓 順勢壓一壓 你這地方是逆額關節 你常常這個樣子嗎 他說 這什麼是逆額關節 他沒有聽過逆額關節 他以為這邊的痛 頭痛都是從肩頸痠痛 頸部脊椎來的這樣子 但是我說你的脊椎其實還OK 那仔仔仔細一看 我就拿鏡子給他看 說你看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兩邊 咀嚼肌大小不太一樣 這是還蠻常見的 因為我覺得對於這個口腔的衛生健康 這一塊也許牙科醫師他們更理解 就是說你常常咀嚼同一邊 可能對你的牙齒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但是我要談到的是 除了這個咬合之外 很多人過於單邊的咀嚼之後 你一邊的肌肉其實比較發達 然後他就是說 當他痛起來的時候 他想要換另外一邊咀嚼 可是換另外一邊吃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 因為習慣不出力的 他已經肌肉慢慢萎縮 他還是想要應用他痛的那一邊 那你知道其實我們咀嚼肌 如果不太能夠正常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一側 這一塊的肌肉來使用 所以他其實是連帶 因為他長期這邊咀嚼 然後唸的關節有些發炎疼痛 但是他沒有再處理這個唸的關節 他就一直覺得是肩頸痠痛 然後頭也痛 然後一直想要去熱敷電療 脖子拉脖子 所以其實日本他們有一個復健科醫師 他有講到這個筋膜的概念 他認為人體肌肉骨頭中間有些筋膜 它不是全身一體成型的 當你習慣了某邊的咀嚼之後 你會讓某一邊的筋膜是相對比較緊 他認為這樣誘發出來的最直接就是來自於肩頸這一塊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不見得真的是肩頸痠痛 真的是你不活動 很多時候是你咀嚼方面所引發出來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溫師傅就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了 師傅今天要分享的是碧綠南瓜剝皮魚 是的 什麼是剝皮魚 剝皮魚剛好現在是產季 現在在市場上面會有一種 但是就是像象魚 它的皮非常的粗糙 所以那個皮是 就是一般很少在使用的 那嘴巴就是很大的 那一般在販售的時候 會把那個頭跟皮去除掉 只剩下這個身體 兩片魚肥粒中間有一個骨頭這樣子 好 這個季節推薦給大家吃的是剝皮魚 那師傅今天要燒的是南瓜 是的 所以南瓜也切成了條狀 條狀 對 好 那這邊我們先把這個鍋中加一點油 我們在鍋中先把南瓜稍微煎一下 好 所以師傅今天這個是顧眼睛的料理 那也顧心血管 所以吃的是南瓜跟剝皮魚 如果沒有剝皮魚可以用什麼魚替代 像這個比較小型的青魚牙 還有這個鯛魚片這種都可以 魚片或者鱸魚或者鱈魚都可以把它切成魚條 好 那這邊我們先把這個魚的部分 稍微做一個這個醃漬就可以 好 簡單的醃漬 我們稍微醃一點點鹽巴 胡椒粉 然後一點點胡椒 這個魚條這麼容易入味嗎 對 因為我們已經把它這個表面碎 那個體積變小然後它接觸面積就會變大 好 我們把它稍微抓醃一下 好 稍微抓一下胡椒跟鹽巴稍微讓它入味 對 那你要煎魚之前還要裹一點粉 對 帶一點點粉 那個口感會比較酥脆一點 然後這個是什麼粉 麵粉 低筋麵粉就可以 好 一般的麵粉 低筋麵粉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鍋子加熱之後 我們把這個南瓜的部分把它加下來煎 好 我們先煎南瓜 南瓜我們已經 這也是現在的產季 這個是哪個品種的南瓜 這是栗子南瓜 所以它表皮有一些綠綠的 所以你把它那個栗子南瓜的表皮去掉 去掉 然後它吃起來口感也會比較鬆綿這樣子 美國 歐洲 現在台灣其實也是職業病的第一名 就是在電腦視覺症候群 你可能勢力因為你的過勞 就不會恢復了 初戀那一邊久了 其實肩膀會一直不斷的往上抵 然後當你肉眼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一邊的肩膀比較短 因為肩膀很長 因為它整個就垮下來了 師傅今天還配的青菜還有空心菜 空心菜 這個深綠色蔬菜 也是我們說的顧眼非常好的這個食材 那這個空心菜現在也是產季 它有幾種的這個品種 空心菜有這種水耕的 還有溫泉的 對 還有這種是比較常見的 這種灑種子的 我們今天買的是灑種子式的 灑種子式的它的這個嫩度 比較就是比較嫩一點 比較細比較嫩一點 所以搭配我們的波平魚跟南瓜 對 好 師傅今天要同時請教一下中醫師 剛剛講壞習慣 這個現代人很多三西一族 過度使用眼睛 各種壞習慣有一大堆 是 真的 大家可能在搭捷運或開車 甚至都常常看到有人邊走路邊滑手機 有時候騎腳踏車比較厲害 騎腳踏車也可以滑手機 對 因為就是說可能大家 每個人幾乎都有智慧型手機 所以大家現在對於這種訊息的回復要求 都要很快速 所以有時候不得不配合 就是要馬上 有時候像我們也會 不過要提醒大家 就是當妳在看三西產品的時候 不要連續的注視超過兩個小時 現在的人都常常超過兩個小時 像我本人今天早上到現在的工作量 已經超過12個小時了 然後我就成天盯著我們的螢幕 現在前面正在監看的畫面 這個也是三西產品 我們都是職業上 不得不要拉這麼長的時間來看 所以根據統計 美國 歐洲 現在台灣其實也是 職業病的第一名 就是要電腦視覺症候群 它的症狀就是因為 長時間使用三西產品 你連續兩個小時 所謂連續就是說 你中間都沒有停下來 對 一般我們都建議是說 半個小時休息3到5分鐘 小朋友的話 甚至要休息到10分鐘 如果你沒有讓中間休息 就像電視為什麼要有廣告 它不是叫你轉台 它是叫你要休息好不好 對 應該不是加十萬元 電視要有廣告 是電視台要賺錢 對 應該是講才對 很多人是這一台趕快轉下一台 對 對 所以提醒大家 記得廣告不要轉台 就是用耳朵聽一聽 那就是說 如果你中間沒有休息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有可能你看遠的 會很像近視加深 沒辦法 看不清楚 所以很多門診的病人來會說 我怎麼覺得 我好像近視加深了 或者是他覺得說 我怎麼看近的對不到焦 他說奇怪我才二三十歲 怎麼就有老花眼的症狀 或者有的人他會覺得 他怎麼從一早起床 眼睛白白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白眼珠 都是紅血絲 就像小白兔這樣 一直都是紅紅的 怎麼都不會好 甚至有的人還會眼睛腫腫的 像過敏 這些症狀都是合併在 叫電腦視覺症候群 或像剛剛馨美講的 甚至合併肩頸酸痛 手腕的一些症狀 這種當然就是說 解決方法只有一個 像我的病人 今天就有一個 他就完全符合 他跟我說醫師要怎麼辦 我說來 開一個處方 回去睡到飽 不要山西看到飽 對 回去睡飽一點 眼睛要讓他多休息一點 他的症狀是可膩的 可是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沒有警覺到這個問題 今天沒有看到我們的節目 你可能一直持續的用眼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就不可膩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我前一陣子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快40歲的外商經理 因為外商的工作 大家知道嗎 因為你就是要跟國外的客戶聯絡 所以他睡眠的時間 跟我們一般正常 朝九晚五不太一樣 他通常都是半夜兩三點 要起來跟國外的客戶聯繫 所以他的睡眠時間很中斷 工作壓力也很大 因為可能他一個單沒接到 就影響很大 有一陣子他剛好比較忙 他那陣子就覺得說奇怪 他看東西的影像 大小跟平常不一樣 那因為他們有那個產品 有目錄 他在發現說 他看那個螢幕 好像跟他平常賣的東西 就是說單子上寫的是不錄 可是他看起來明明就是綠色 對 他覺得很奇怪 那他太太說 這樣好了 我有一個朋友 剛去日本 有那種很厲害的眼藥水 然後他點點看 他點了覺得好像也沒比較好 那眼鏡拿去把它擦擦洗洗 還是看不太清楚 他當然就有很緊張 他就跑來 檢查發現 他單邊的濕力 就大概生下0.5 那黃斑部有水腫 做了檢查發現 他是在黃斑部的 視網膜的正中心 下面有積水 這個叫中心疆溢性的 脈絡膜視網膜病變 叫CSCR 這個很常發生在 比較年輕的族群 工作壓力大 又長時間 譬如說熬夜 用眼 然後都不休息 對 那他當然很擔心 因為這種是比較年輕型的 黃斑部病變的一種 對 那後來當然我們的處方 也是請他回去多休息 那這種相對於 比較年長的黃斑部病變 他的癒後比較好 就是說你可能停個兩三個月 慢慢改變你的生活作息 你的視力慢慢慢慢會回復 大概八九成的人 是會比較改善 但是呢 也有一成的人 他可能視力 就因為你過勞 導致你的眼睛病變 所以這個名稱又叫做 眼過勞 所以眼睛也有過勞 甚至有的人叫做過勞死 如果你是要百分之一的人 你可能視力因為你的過勞 就不會恢復了 對 所以大家真的要 改一改這個壞習慣 好 那同一時間 我們溫師傅剛剛的這個 剝皮魚煎得很焦香 對 然後剛剛那個南瓜 也煎得焦香了 對 煎上色之後 我們加一點這個薑 這個辛香料 我們下來爆香一下 薑末 蒜末 蒜末 這個時候讓它爆香 對 還要加一點蔥段 你連南瓜都煎得很可口 對 這個南瓜煎完之後 會定型 然後吃起來會鬆綿的 不會整個是破壞形狀 看起來好像在法式餐廳 才會吃到的水 對 而且它南瓜表皮就焦香 這個時候加一點少量的水 然後我們要下來稍微微微一下 加調味料 一點鹽 調味料就是本味的 一點鹽 好 一點點少量的鹽巴 然後胡椒粉 然後胡椒粉 所以調味很簡單 很簡單 一點點的糖 所以把食材煎得焦香之後 辛香料 蔥薑蒜 爆香 然後少量的鹽跟糖跟胡椒來調味 對 我們蓋上鍋蓋 給它稍微燜一下 好 然後我們另備一鍋 這邊我們要來炒一下這個蔬菜 好 蔬菜的部分 我們鍋中加一點油 我們要先來一點油 熱鍋熱油 對 好 那這蔬菜 我們讓它的風味 有一點蒜末跟薑末 所以蒜末 蒜末 薑末 爆香 爆香 這很簡單的手法 所以蔬菜待會要鋪底了 對 我們鋪底 然後這個空心菜 我們今天切在一公分 就是切一個小段 滿滿一鍋 對 因為我們待會要讓它呈現的手法 是就鋪在這個盤子下面 很厚的 好 這邊調味很簡單 我們加一點點的鹽 這快速烹調的手法 讓它的食材做一個快速熟成 然後這個裡面 我們加一點點的酒就可以了 少量的鹽跟米酒 對 稍微蓋上鍋蓋 就不用加水 燜多久 燜大概一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好 那燜它 同時再請教一下楊醫師 我剛剛講很多女生憋尿 尤其夏天真的也是憋尿 再來這裡頭還有職業傷號 有些女孩子如果是做外頭外務工作 她在外頭跑有的時候找廁所 也真的不方便 憋尿憋久了對人體傷害也很大 對 真的習慣性憋尿 對我們女生來講真的是很不好 其實就像剛剛提的 像外務的工作 或者是我發現就是新進員工 新進員工剛進到公司比較害羞 她可能在這個很忙碌的工作節奏裡面 她很自己想上廁所不好意思說 像我最近就遇到一個 她是在一個某大金控 他們辦一個園遊會 她是一個很新的員工 但是她被選上出去做表演 那是魚有榮焉 她穿了很漂亮的 像是那種show girl的衣服 那也很謹慎 一整天不敢吃東西 也不敢喝水 因為她覺得她吃了以後會胖 喝水也會胖 那麼顯腰身的她就不行 然後也會影響到他們團隊的表現 就這樣過了一天 最後他們這個表演是得了第一名 但是她也沒吃東西也沒喝水 最後換來到了傍晚的時候 她就已經感覺到 她想尿尿但是尿不出來 第一就是有那種尿不出來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下體開始覺得有點疼痛 這個時候他們又去慶功宴 喝了很多啤酒 但是不是水 她就感覺可能有一點水分進來 可能會好一點 其實她自己有感覺說 可能是泌尿道感染 但是她不覺得有這麼厲害 等到這七八點喝了一點 吃點東西喝點湯喝點啤酒 回到家晚上九點 馬上就發作了 就開始發燒 然後冒冷汗 然後再來最嚴重的就是 血尿就已經出來了 這麼嚴重 馬桶整個都是血 對她自己也嚇呆驚呆 她就覺得說 不過她沒有意識到她是憋 她只覺得說 她是尿尿那裡出了問題 所以這一切的一切都研究於 她自己害羞不敢講 其實她要上個廁所是很簡單的事情 其實還有我有發現就是 有那種救生員 在海邊的救生員 也特別容易會感染 因為他們在海邊本來就是屬於比較環境比較 可能風沙 細菌比較多 然後再加上她的廁所可能離她的工作的場合比較遠 有的時候她就會忘記去上廁所 所以不要覺得說在海邊好像很多海啊 怎麼還會很多水 怎麼還會沒有水喝 結果後來發現說 每次都是很容易會有這種職業的傷害 還有現在很流行那個連體衣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就整件的褲磚 對 後面一個拉鍊 對 上廁所不方便 褲腳會沾到髒髒的 很多人穿了這個 四 五個小時不上廁所 然後就來婦產科報到 真的 所以夏天要多喝水 然後也不要憋尿 那同一時間我們溫師傅的空心菜 果然燜個一兩分鐘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翠綠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就可以直接盛盤了 這邊 魚這邊也好了 就要收到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試吃 我們溫師傅的 碧綠 南瓜 剝皮玉 簡單健康又好吃 對 我們今天說的是 壞習慣不要學 但溫師傅這道料理是可以學的 尤其是我自己很驚豔的是 他的空心菜的煮法 你看其實剛剛溫師傅的煮法 非常簡單 你就是弄薑 弄蒜 炒一炒 最後再加一個酒 蓋上去 不難 這個我這種 初學者我都會 但他做起來料理就很有味道 他的那個空心菜也好吃 他的這個剝皮 魚的這個 有點Q 又有一點嫩的感覺 其實非常的鼓勵大家吃 那請教一下陳醫師 剛剛講單邊吃東西 基本上肌肉就不平衡了 另外一種現代人常常看到的 是單肩背包 而且有些人習慣左邊 有些人習慣右邊 那有一些人 你仔細看他的背影 你都可以看出他那一個 脊椎都歪了 高低肩 然後甚至連腳都變成長短腳了 因為整個姿勢都歪掉了 這邊其實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案子 我覺得這個印象很深刻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21歲男性 來的時候媽媽跟著一起 21歲男性媽媽會跟著一起來 我都會印象很深刻 但是他其實也非戰之罪 因為他真的說他在當兵 然後他的隊長跟他講說 他長官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力症都占不好 肩膀高低肩的很嚴重 請他來給醫生看 是不是有脊椎測完 如果真的有 我們要開證明 可以容許他姿勢 可能做得不是很正確 那的確 這個21歲的男生 走進來的時候 你用肉眼看你就覺得 哇 這個高低肩太嚴重了 他為什麼高低肩這麼嚴重 他自己也有說 對 因為他的高中的書包 是那種單邊背的那樣子的書包 對 那他喜歡背這個樣 他即便是後肩背了 他也是習慣某一邊背 他自己也知道那種 初戀那一邊久了 其實肩膀會一直不斷的往上提 所以他連帶影響是 他連整個胸廓 前面胸廓 後面肩胛的肌群跟著比較肥厚 所以兩邊肌肉的不平衡 也是會讓他一做檢查也高低肩 就是一邊背後肌肉一高一低 就一邊很厚 一邊很薄 然後當你肉眼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一邊的肩膀比較短 一邊肩膀很長 因為他整個就垮下來了 然後我請他站好 然後他就站起來 我說你要站好 我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他就習慣三七步 這東西又是牽涉到我們骨骼 這東西叫Balance平衡 當你肩膀習慣是高低的時候 你以為你是脊椎側彎 然後這個都是因為 都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事實上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不管是這個習慣 還有就是你的站姿 當你習慣用三七步 你把重心放在某一邊的時候 你的骨盆自然而然是習慣歪斜的 你的髖關節的濕力受力 也會很習慣的去偏移到某一邊 然後注意 很多人的長短腳都是自己弄出來的 長短腳的問題 你也許覺得只是站姿 然後你覺得 因為我骨盆歪斜 所以我長短腳 你這樣長短腳 骨盆歪斜三七步 久了之後 你的下 除了髖關節的受力 還有你下肢 大腿小腿的出力的習慣 也會不太一樣 這為什麼很多人到四五十歲 有時候會覺得說膝蓋容易不舒服 就是某一隻膝蓋 爬樓梯會容易不舒服這樣子 這些東西是環環相扣的 又回歸到整個身體的平衡這樣子 那接下來 我們的這個洛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師傅今天要分享的是 魚香食錦雞丁 對 那我們魚香就是用 魚的那個小魚乾下去炒 所以今天的魚香 不是魚香茄子騙人的 不是 是真的有小魚乾 叫小魚小魚 對 那我們小魚之前 我們就是先把它泡一個水 然後一些水之後 我們把它吸乾 然後我們加上一點點的油下去 好 我們要爆香一點小魚乾 對 我們先把小魚乾放進來 小魚乾前置座位稍微洗一下雜質 對 如果過鹹的話 也可以把它這個鹹度降低一下 可是你要先煸的是小魚乾 對 小魚乾煸過之後 它的香氣會更上一層 那有的就直接洗一洗就放下去 可是它會很超臭 我們講會很就是很 因為乾過還是有差 對 你煸過之後 它的香氣就會特別香 我們就說自然的蛋白質 你煸過之後它一定會香的 年輕的女性來求診 她男朋友 不但是買衛生棉 還要買止痛藥 都是非常窩心的一個行為 但是是非常錯誤的 把你本來的疾病所忘記了 結果到最後變成沒有辦法治療 我們最近發現一個狀態 有一些人 他的頭痛不是真的痛 而是因為藥物過度使用 造成頭痛 100個人一個人是癌 然後我們炒到它有一點點 稍微變色了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雞腿 放下來煎 好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你把雞腿的一些油脂 也帶進來了 對 所以你看你煎過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的 魚煎香了之後 它有獨特的一個蛋白質的香氣 然後再改了雞肉 跟魚這樣子搭配的蛋白質 它其實它的甜度會更上一層肉 好 所以雞腿肉直接丁切塊 直接讓它煎得焦香 對 那你如果你覺得說油脂太多 你就可以把皮去掉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把它剝著 然後把它放 好 放下去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豆腐 我們豆腐也稍微一起下去煎 半煎 半煮的這樣的一個方式下去做 對 因為豆腐如果你 實際上有一個處理的方式的話 它會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對 可是豆腐要煎就要小心 因為豆腐很容易碎了 對 我們在這個豆腐 就好像類似我們講的 川菜有一道菜 叫三本豆腐的意思是一樣 我們讓它有煎過 可是就是有的豆腐還是有一點點 我們講的白白的這樣子 然後其實好像 這個豆腐一倒下去的時候 我們暫時都不要動它了 因為你如果一動的話 那豆腐整個都會 本來是小小顆 等一下就變成全部都糊掉了 對 那這時候你就把雞肉 慢慢的給它煎 因為它油脂在底下 你的水分一直下去 其實它的油脂的溫度 會慢慢降低 可是它的香氣 會一直在融合在裡面 好 然後這個我們裡面的 川耳跟木耳 我們就大量的把它放在底下 好 因為它這個熟成度 這個時候可以下去 對 比較黑的是川耳 然後比較 就是顏色比較 比較淺的是木耳 淺的是一般的木耳 那為什麼放兩個呢 其實都可以 你只要買川耳就放川耳了 然後下去之後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把我們的絲瓜 切成一片一片的 這個季節的絲瓜 便宜又好吃 對 你就把它擺在旁邊就可以了 好 絲瓜這個季節 因為平價又健康 對 那這一道燉菜裡頭 它扮演著水分 跟蔬菜的甜度的來源嗎 對 剛剛有這個 雞肉跟小魚乾的鮮度了 是的 然後它現在有聞到那個香氣之後 第一個 我們先把醬油加進來 好 醬油要有一點點 我們講說 鍋氣的一個煎法 然後醬油加下去的時候 它的香度會直接提升 然後這時候 我們要加一碗的 自來水高湯 好 為什麼叫自來水高湯 當我們這個清水加下去的時候 這底下炒的蛋白質 它會產生高湯 對 就特別好吃 可是熱水也不能過量 不能 你太多的話 你的水量太多也不好 好 大概一小碗就夠了 對 因為待會的絲瓜跟豆腐 都會出一點水 對 所以這個時候蓋上去 差不多兩分鐘 那兩分鐘要幹嘛 我們就來煎我們的蝦子 好 那蝦子也是一樣 鍋子稍微有一點熱 那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把它放下去 你當你蝦子放下去的時候 它吃起來只有鮮味 沒有香氣 對 那你一點點的油下去煎蝦子的時候 它的香氣是特別濃的 好 那我們的蝦子 我們帶殼 帶殼它有一些些 我們講甲殼素的香味 對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它的味道就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烹調的時候 你只要把食物稍微的過油 或者稍微的煎過之後 其實它的香氣 香度不一樣 對 會提升 傳統的中菜有的時候要做熟度跟香度 它就會油炸過 對 其實在家裡你就健康了 用好的橄欖油 就玄米油 直接下去煎 然後煎過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好像鐵板燒的蝦子的香氣 帶殼的原因是因為它有甲殼素的香味 所以你一煎它就整個味道就融合在一起 可是在煎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不能煎過熟 你差不多平均到七分熟 下去煮一分鐘差不多九分熟就可以吃了 因為你要煎 只是要煎它的油香跟焦香 所以我們看到鏡頭 所以你七八分熟就夠了 是的 我們看到鏡頭 就是蝦子的那個 我們講的它本身的蝦子的鮮味的蛋白質 已經產生了 所以你現在聞到的就是 鐵板的那個香味 對 所以你看旁邊這邊就產生一種 我們講的那個香氣了 大半我們就是稍微把它煎一下就好了 好 我們煎香了之後 我們就很簡單把蒜頭 蒜頭末 直接下去用它的蝦油稍微炒一下 有耶 現在的蒜香出來了 對 就是這樣炒一下之後 我們把它關火 然後大家看到有沒有蒸氣排上來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 好 有沒有很翠綠 絲瓜也熟得很快 對 非常快 而且好翠綠 是的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蝦子倒過來 然後把這個蒜頭全部把它剝下來 對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備了差不多兩顆的蛋 然後我們要下蛋之前 我們是把 這裡面只有醬油的一個味道不夠 對 我們要下上一點點的 少量的鹽巴 對 因為海鮮 或者是一些蔬菜 你有一一點點鹽巴的話 它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所以下去之後 稍微把鹽剝一下 然後好了之後 記得兩顆的蛋 兩顆的蛋 對 我們師傅蒸的絲瓜 真的好翠綠 對 不像很多人在家裡頭燒的 都燒到黑了 對 對 這兩顆的蛋下去的時候 要讓絲瓜的滑嫩度又更好了 然後這時候因為大家都會放蔥 可是其實在台灣有一個 辛香料非常棒 就是韭菜 韭菜 然後韭菜的話 我們就把它撒上去 其實它這樣子一煮的話 它整個顏色 還有它的味道 就整個非常地融合在一起了 那最後煮多久 對 最後 這不用繼續那個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這個米酒 下鍋 少量的米酒 對 起鍋之前呢 我們就加上一點點的胡椒粉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們就來上菜 其實這個菜 我覺得是 各方面都是非常地到位 包括像是海鮮 肉 然後蛋 豆 魚 還有蔬菜都很剛好 在我們的平常生活裡 應該算是各色都拒全了 如果我是懶媽媽的話 我就煮一道配白飯 應該也可以 真的 真的一鍋搞定 對 全部的營養品都搞定了 可是現代人很多人很懶 常常在辦公室依賴成藥 那就不OK的壞習慣了 對 其實在我們婦產科 最常遇到的就是這個 經痛長期依賴止痛藥 甚至像我常常遇到一些小病患 年輕的女性來求診 她男朋友幫她買止痛藥 好像現在變成說 不但是買衛生棉 還要買止痛藥 都是非常窩心的一個行為 但是其實這個行為 是非常錯誤的 我們台灣的女性 二十多歲的女性當中 大概有八成或多或少 都有一點點驚痛的症狀 但是有的人很輕微 有的人很嚴重 其實不論輕微或者是嚴重 我還是建議要去婦產科先求診 像不然的話 你長期吃止痛藥 不但會長期越來越依賴 越吃越重 而且也有可能就說 把你本來的疾病所忘記了 結果到最後變成沒有辦法治療 我最近遇到的一個女性 她就是這個樣子 她是38歲 然後她要來的時候 她是先來做一個婚後孕前的健康檢查 現在大家知道政府都有補助這個 婚後孕前的健康檢查是免費的 如果說市民來的話 求診的話 那這個婚後孕前的健康檢查 一做下去 哇 就吃驚了 這個女生我們發現說 她根本兩側都是這個子宮 子宮的這個 子宮內膜異味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巧克力囊腫 在兩側的卵巢 大概有五六公分 很大 而且她的這個子宮有沾黏的情形 又有這個子宮肌腺症 所以整個來看 她是一個非常困難著床 很難受孕的一個女性 那我們跟她講說 她一下子就懵呆了 因為她本來就已經38歲了 高齡了 然後再加上 她的這個內環境不好 其實她就很擔心說 完了 那我這輩子 是不是完全都懷不上孕 當場在這個 我們的診室就哭了起來 那我就說 你奇怪 你這麼嚴重 你怎麼可能都沒有症狀 你應該有一點驚痛的情況啊 她一開始就說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每個月都吃子痛藥 也沒有痛啊 這時候我就抓到重點了 她其實每個月 吃了子痛藥才不痛 結果她的子痛藥劑量 已經達到十幾顆了 每一個週期都吃十幾顆的藥 對 但是她也是一個 等於算是一個工作上 很優秀的一個女性夥伴 所以她在吃這些子痛藥 她就覺得說 很稀鬆平常啊 我20多歲的時候 吃個三四顆 那我現在工作壓力這麼大 當然會比較痛 我就多吃一點 但是實際上 她並不是只是一個驚痛而已 她其實是患有這個 子宮內膜異味症 所以從她20多歲的時候就有了 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症狀變得太嚴重了 所以變成說她現在 有可能就會不孕 就變成說 她可能甚至要找代理孕母 因為她的子宮已經 沒有辦法著床了 所以她如果早期檢查 早期發現 就不會到38歲 面對這一些複雜的狀況 對 其實她是有藥可以控制的 但是不是止痛藥 你止痛藥只是治標 並沒有治本 其實她這個根本的問題 還是要靠一些 我們的荷爾蒙的一些藥物 來做一個調理 來做一個控制 其實這個筋痛的類型 我給大家做一個分析 其實筋痛有分兩種 一個是圓發型的 一個是續發型的 圓發型的筋痛 比較常見的 就是說集中在這個背部跟腹部 比較不會擴散到更大的範圍 大概都是局限在這個子宮的位置 那偶爾可能會伴隨 有一些噁心腹痛的現象 那她的這個圓發型跟 續發型的差別就在於說 你這個筋痛是天生的 還是說你有其他 我們講的氣質性的病變 好比說有子宮內膜異味 或者是說子宮骨盆腔發炎 或者是我剛剛講的 巧克力囊腫 有一些肌瘤 也可能也會有一些引發 或者是說你曾經有開過 腸道的刀 贊成一些沾黏 這些續發型的筋痛 是因為其他原因導致你筋痛的 那原發型就是說 你其他原因都正常 但是你是天生就是有這個筋痛的現象 所以這兩個的話 它的筋痛的類型不一樣 在治療的方面當然也就不一樣 那導音的話 一些原發型的 我們可以歸咎到心理的原因 有些人對月經 或者是性的觀念有些錯誤 或者是說身體的因素 包括說我們常常講的 這個荷爾蒙的不平衡 黃體素的過高 太低 或者是子宮肌肉收縮不正常 所以收縮過度 也有可能造成這種 原發型的筋痛 但是續發型的筋痛 它的疼痛的範圍 有的時候就會比較廣 有時候它會集中 痛在後面 後腰 後背部 或者是在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大腿根部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續發型的筋痛 第一次它不是來婦產科 可能它會去骨科 或者是腎臟科 它以為它是背痛 但是實際上它的原因 還是在骨盆腔 婦科的問題 問一下新美醫生 很多人真的長期依賴 腎藥跟止痛藥 對 其實現在人 你會聽到會去 我們說團購 或者是大量買止痛藥 在家裡臀痛藥兩種 一種就是女孩子的筋痛 第二種是頭痛 我之前就遇過一個臨床病人 這個病人來的時候 他是說 可不可以請我幫他減藥 我說什麼東西要減藥 原來他其實一直以來 他都有頭痛的問題 他就是認定這個叫做偏頭痛 他每一次偏頭痛發作 他就要吃三顆固定的 某一種種類的止痛藥 去壓住頭痛 可是問題來了 因為他這樣的時間 其實太久了 他每次吃完 他都知道胃不舒服 但是他就覺得 能怎麼辦呢 我就是吃止痛藥 不然我頭會痛 知道有一天 他因為肚子巨痛 去掛急診 後來醫生幫他做胃鏡 看到胃潰瘍 因為問病時 他就有個很明確的 吃止痛藥的病時 所以醫生就跟他說 你這個藥傷胃 你可能要趕快早點戒掉 那時候我後來在了解 他吃這個藥的習慣之後 他大概整理出三個問題 是為什麼他不該吃這個止痛藥 所以我們今天先提一下 到底什麼是正確的 吃止痛藥的觀念 第一個問題 我們要知道 其實偏頭痛 我現在就以頭痛跟偏頭痛來講 以偏頭痛來講 我們發現 很多人他的頭痛 開始發作的時候 其實這時候就是用藥的最好時機 你越早用藥 他的頭痛壓住就越明顯 所以相反的 你就可以吃的藥量變少 這個病人他很有趣 他每一次都是要痛到 他覺得他撐不住了 他才吃 一次 他的最後算起來 就是一次要吃三個 他才會有效 所以難怪 因為其實吃止痛藥 最好的黃金時間 就是越早越好 40分鐘前更好 但是這邊寫黃金 一個小時內 其實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件事情 你要就回去看看 你一個月吃止痛藥的時間 有沒有太多 其實這個就是 頭痛或是經痛都一樣 我們發現說 當有一個人 他長久在使用固定的止痛藥 甚至劑量在上升的時候 往往有兩種原因 第一個是 就是說 我們頭痛藥 其實有分很多種等級 有些時候 我們會希望的是 你不要讓他藥的劑量過高 所以我們當你 這個A等級不對 我們有時候會 B等級 B等級加C等級 這樣子的方式去交替 但是如果你A等級 你不知道 你就那種A等級 N弄了10顆 那鐵定是過量 第二種問題是 他可能背後藏有其他的疾病 我們之前就遇過病人 是他常常會覺得頭痛 一直在吃止痛藥 最近這段時間 吃止痛藥非常巨量 後來被發現是 腦部其實又長個血管瘤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小心 當你的頭痛藥 吃的時間太多 可能背後藏著問題 再來很多人會自行的 自己A加B種藥去亂混 我們其實開藥 醫生開藥絕對不是說 開到你不痛為止 我們最好開的一種藝術就是 開到你不痛 那是劑量最低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 你自己因為不知道 這個調節的美感 你就可能會用藥過度 再來服藥期間 不要飲酒是為什麼 其實我們身體 所有的藥物代謝 都是從兩個途徑 一個是肝 一個是腎 所以假設 因為一般民眾 不知道哪個肝代謝 哪個腎代謝 你一旦選錯了 你又高劑量的服用 有些人會寫說 胃不好的人 可以用的一些止痛藥 其實相反 它是肝代謝 所以當這個時候 你又是一個 吃高劑量肝代謝的藥物 加飲酒 飲酒就是肝臟 這個損傷的問題 你可能就會重複用藥 重複的增加肝臟的負擔 最後 疼痛疾病緩解 即可停藥 這其實很重要 我們以前 我們最近發現一個狀態 有一些人 他的頭痛不是真的痛 而是因為藥物過度使用造成的頭痛 甚至在國際上 就有個名稱叫 Medication Overused Headache 就是說 藥物過度使用造成的頭痛 發生率 100個人有1個人是這樣子 所以換言之 假設你長久依賴頭痛藥的人 或是依賴止痛藥 你覺得頭痛怎麼樣都好不了 你倒要回頭去想 是不是其實你是藥物使用過度了 所以其實你依照這幾個指示 去正確用藥 如果你覺得不太確定的 至少你先跟醫生討論一下 否則有時候 藥用了 雖然痛是除了 可是疾病恐怕是沒有除掉 除了用藥的壞習慣之外 中醫師也要分享 這個晃動的車廂 或者行進中的車子內滑手機 這個也是超級壞習慣 真的 現在有捷運當然很方便 但是因為捷運 大家不用自己開 所以就兩個眼睛 兩隻手都多出來 要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滑手機 所以我們搭捷運 應該沒有人沒看過這個景象 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說在晃動的車廂 看手機或是閱讀 有什麼樣的缺點 大家有照過相 你照相機的時候是不是 如果你手會手震 你是怎麼照都照不清楚 對 所以現在很多照相機都有那種防手震 對 就是我們的眼睛的眼睛這個照相機 它用來對焦就是我們的肌肉 就是結狀劑 所以當你在晃動 你怎樣都對不到焦 它就只好一直跟著用力 就忽遠忽近 所以你可以自己想要你的眼睛 在晃動的車廂看手機 就會一直發出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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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樣都對不到焦 所以你的結狀機被你過度的操勞使用 也許譬如說可能五分鐘十分鐘 一下子還好 可是有的人搭捷運 搭車可能一小時半小時 半小時一小時 甚至兩三個小時以上 所以在長時間的結狀機過度收收之下 你可能搭完車下車的時候 不但頭暈目眩 而且對東西遠的也看不見 近的也看不見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人在看這個像文字 手機 為什麼你這樣一行字不會漏掉 是因為我們的眼睛在幫忙 我們這些字抓給大腦 一個字一個字把它抓給大腦看 不要漏字 所以變成就是說 你如果在晃動的車廂 你的結狀機很用力 然後你的大腦也跟著很費力 因為你的眼睛一直在幫它抓字 不要讓它漏字 所以就是說這樣的問題 如果在大人就容易疲勞 像剛剛那些症狀 如果對於還沒有發育成熟的小朋友 這個殺傷力更大 這個讓我突然想到 我有一個小病人 他是一個十幾歲的小朋友 那他有一次就是暑假前 他其實平常都很規律在點藥 他度數大概一兩百度左右 可是呢 他過了一個暑假之後 大概開學季 就是開學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他就是拿到那個視力檢查表 那那一次 因為他平常已經十幾歲 他是一個國中生 他自己會來看診 可是那一次媽媽是陪他來 媽媽說 中醫師你趕快看看 他的視力上學期還有0.7 怎麼現在掉到0.1 到底發生什麼事 對 那一檢查 他比上學期的度數 足足多了300度 就是很短的時間內 就過了一個暑假 後來一問我就說 你功課有變比較多嗎 聽起來也還好 後來問問問問 原因是因為他轉學 轉到一個比較遠的學校 那他變成以前是走路 那時候變成改搭捷運 對 那他捷運上在做什麼 滑手機 對 他就是玩game 就這樣玩了一兩個月 對 那就是像剛剛講 他的結狀機很費力 大腦也很費力 對 所以不但造成近視 還讓他學習變得比較不好 轉學反而成績變差 所以這個源頭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節目最後 這個新美醫師也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其實我們今天談的是 所謂的壞習慣 很多人會有個理由 說我沒有辦法 我午休就是一定要往前趴 那不然我會不舒服 我這個一定 捷運沒事做 我一定要看手機 不然我會 我不知道要幹什麼 其實我們發現很多人 是自己給自己找個理由 所以我就發明了兩個理論 請大家可以在每一次 要排出任何壞習慣的時候 可以用 一個叫做後果論 後果論是什麼呢 一個不好的習慣 它會造成不好的後果 所以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請你就聯想到 它壞的後果 後果論常常出來 你每次做這個動作 你其實心裡就有不安 漸漸的就會戒掉 第二個是相反的 叫做目標論 什麼叫目標論呢 我今天做一件好的事情 我就可以去想到 我未來會有什麼健康的生活作息 比如說我們今天吃好的料理 你平常習慣做好的料理 你可能身體未來就會很健康 每次都把好的行為 跟好的事情做聯想 所以簡單的就是 每次遇到事情 壞的事情 我們就用後果論 去幫助你往不好的方向去想 好的事情 你就讓心裡去鼓勵自己做得對 長久下來你的知識 你的習慣就會慢慢矯正成 我們最喜歡的樣子 好 謝謝新門醫師的叮嚀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負在年代 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 臉書跟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上面 同一時間 暑假期間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理大放送 我們每天都有健康好理要在 臉書跟LINE的官方帳號上面 分享跟抽獎 歡迎觀眾朋友 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